2023至2024赛季 国际雪莲单板和自由式滑雪 U型场地技巧世界杯重礼战比赛 12月6号至9号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 重礼区云顶滑雪公园举行 在7号举行的自由式滑雪 U型场地技巧世界杯资格赛 谷爱玲上演了北京冬奥会后 在中国国内的首秀 回家了 回家了 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组织很好呀 我觉得我 对我来说 因为我已经11个月没有比赛了 所以这个作为我第一次回来比 我也感觉非常非常好 然后同时也能在国内 对于张家口本次赛事 充分利用冬奥场馆 举办重大赛事 助力京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谷爱玲深有感受 你想想10年前 哪可能有这样的这么大的比赛 在同时转播 然后大家同时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 我们中国城里的学长 我们每年都在越来越强 而是现在国内的朋友们滑雪也越来越多 就是年轻人 所以让我感觉到可以 谷爱玲在当日举行的女子自由式资格赛中排名第一位 顺利晋级决赛 比赛现场有很多滑雪爱好者来给谷爱玲打气 谷爱玲说感谢大家对她的支持 她表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是最重要的 要充分享受冰雪运动过程 对我来说滑雪就是玩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因为我把我的工作就变成了玩 我每天就能去玩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幸运 所以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来滑 然后能享受过程就行 据了解张家口是致力于冬奥场馆赛后利用 全面推动后奥运经济发展 加大冰雪运动普及和推广 积极申办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专业赛事 充分利用冬奥物质和人文遗产 放大半赛优势 努力打造中国冰雪项目高端赛事集聚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